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大家都抢着要疫苗 全世界都一样 大家都抢着要疫苗 所以现在有美国辉瑞 或者其他莫德拉跟AZ 或者高端等等的疫苗 虽然现在有些人在施打疫苗当中 有的在第一线工作的先打到疫苗 有的还没有 有的人又唯恐自己生命受威胁 所以也想到可以用什么方法 可以先施打疫苗 表示说现在的人最迫切需要的 尤其在台湾目前也是想要疫苗 但是疫苗当然对病毒有一种防护作用 让我们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了解 我们的保障在哪里 其实我们有些人并没有办法打到疫苗 所以说他的疫苗是没得打 不是莫德拉 他是没得打的疫苗 但是没得打就是打不到 其实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思想圣经 这一段话语 主耶稣问这两个跟随他的人 说你们要什么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个叫施洗耶汉的人 他有两个门徒跟随耶稣 因为施洗耶汉向他们做见证 见证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要除去世人的罪 在二十九节有讲 之后到了三十五节说 在次日施洗耶汉也是跟他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行走 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所以他向门徒特别提到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就是我们万人的救助 就是这一位神的羔羊 所以门徒听见耶稣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但是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这个要什么 在其他圣经的幻译本 里面有提到说 你们是找什么 你们到底要找什么 就是有一种寻求 寻找 可目 追求的意思 当我们一个人如果肚子饿的时候 他需要食物 如果口渴的时候 他需要喝水 如果他非常贫穷 他需要金钱 有些人有了金钱 他需要这个名声 有的人有了名声 他需要的地位 有些人他需要的是学问 有的人他要的就是生病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要的是健康平安 有的人忧郁 环绕 而且睡不着 吃不下 所以他要的就是一种心灵的喜乐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时段 或许有他不同的需要 但是这段经文里面 是约翰福音第一句 主耶稣的问话 说你们要什么 其实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也知道 跟随他的人到底想要什么 一个人 跟从主 当他信耶稣 追求信仰 每个人的动机跟目的 可能有所不同 有些人他是追求真理 因为他要查考圣经 要认识这位真神 所以他决力的追求 有的人是因为他身体 欠安 生病 所以他需要平安 所以他来到教会 有的人是失忆 失业 而且事事都不顺心 所以他觉得 他要寻找 心灵的平安 所以他来到 耶稣面前 其实主耶稣 他知道每个人的心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 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这一句话特别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医病赶鬼行神机 传天国的福音 有些人跟随他 到底他们的动机 目的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什么 比如说 接下来第三章 尼哥迪姆认识主耶稣 他知道耶稣 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他能够行神机 医病赶鬼 如果没有神同在 没有人能够行 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跟他讲神机 因为他知道 尼哥迪姆是一个有知识 而且敬虔的人 尼哥迪姆年纪也大了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能够得永生 得天国 能够敬神的国 所以主耶稣跟他讲 永生的道理 主耶稣没有跟他谈论神机 所以每个人 他的追求的过程或许不同 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随他 到了第六章 我们看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二节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所行的神机 就跟随他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耶稣的平安 耶稣的恩典 主耶稣来到世上 医病赶鬼 行神机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 看见耶稣 行了神机 就跟随耶稣 所以当然神机 就是坚固人的信心 也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 能够彰显神的作为 跟他的荣耀 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肉体的平安 我们更重要的 要为永生来追求 我们看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这边找我就是说 你们要什么 你们不是要看神机 乃是要吃饼得饱 因为不要为这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今天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 当然主耶稣可以让我们肉体得到平安 更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为永生来追求 我们不但心灵得到满足 我们也能够得到永远的平安 但是这边有告诉我们 有两种人 一种是为神机来信耶稣 一种是为吃饼得饱 什么叫做吃饼得饱呢 就是为了肉体的好处 为了今生的需要 所以有些人 他来到教会追求信仰 可能为了他本身个人的某种满足 跟他个人的欲望 比如说有些人是为了婚姻来信耶稣 有的人是为了能够交际应酬来信耶稣 把教会当作社交场所 那你们要什么 我们今天要的是真理 要的是恩典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 恩典跟真理从耶稣来 我们来看第一章 耶稣福音第一章 第十七节 利华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真理都从耶稣基督来 所以我们今天追求信仰 有两个方向 方法可以去追求 第一个就是从恩典入门 第二个就是从真理入门 恩典是可以体验的 你可以借着祷告 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体验到 主耶稣给你的恩典 所以恩典从耶稣来 真理也是从耶稣来 圣经是神的话 祂是生命的道 当你用虔诚的心 来查考真理的时候 你会从圣经里面 找到信仰的答案 找到人生的答案 因为耶稣就是真神 祂是真光 祂是真理 耶稣祂真是救世主 所以当我们来跟从主耶稣 我们的过程或者体验 可能各有不同 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 祂有丰满的恩典 而且让我们恩上加恩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 不是为了看神迹 也不是为了吃饼得饱 有些人用尽钱 做得利的门户 这个动机也是不纯正的 所以我们信耶稣 祂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 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 曾经台湾有一段时间 很疯狂的在流行大家乐 那时候很多人要什么 他要名牌 因为他要名牌 就是说他在玩大家乐 好像乐透六合彩一样 他要去找号码 所以曾经有人就叫小朋友说 你到教会去看那个传道 今天赞美诗写地几首 那小朋友就很可爱 就很天真的跑过来教会 把那个传道在黑板上写地几首 回去告诉他的父母 说那个传道写地几首 你今天回去签这个号码 或许会中这个乐透 因为他要的是名牌号码 但是这种东西赌博 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种东西纯心不振 动机不良 其实也不能蒙神许悦 我们今天主耶稣关心我们 每个人真正的需要 所以说你们要什么 那当时这两个人就跟着主耶稣 他就讲了 我们来看第一章二三十八节 第一章的三十八节 第一章三十八节说 拉比亚在哪里住 这个拉比换出来就是夫子 就是老师 三十九节 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耶稣深圳 深圳就是下午四点 也快净黄昏 所以他们当时的一种体验 一定非常深刻 我们常常说 与君与戏谈 圣读万卷书 那他们跟主耶稣 同在那一天 那时候他们的印象 非常深刻 那一天是下午四点 以耶稣同住 他心灵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主耶稣问你 你们要什么 那你可以向主求啊 你要什么 在约安福音里面 第五章有记载 一个三十八年的病人 当主耶稣来到 避世大祠的时候 里面躺了很多病人 那这些病人 有虾炎的瘸腿的 血气骨肝 许多病人 其中有一个人 是病了三十八年 我们一般的人 如果生病 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一个月 三十八年 是很漫长的时间 他的人生已经 差不多一半都在生病了 所以三十八年的病痛 非常的久 好像 这个马可无音第五章 里面说有一个 生病十二年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生病十二天 三十八天 就很漫长了 但是三十八年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他要什么 他当然要 能够医治吗 所以当时主耶稣 看见他躺着 而且知道他病了很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当然他是要的 但是他不认识 耶稣是谁 他只是埋怨 说当这个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抬下去 因为在 当时 有一种 传说 就是说 每年天使都会来 这个壁士大使 搅动这个水 如果这个水一动 水下去 病就好了 那今天告诉我们 这个是天上来的 这个天上来的机会 主耶稣 他就是从天上来的救主 他今天要赐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恩典 当我们肉体有病痛 你可以向主求 求主耶稣给你平安 因为他担当我们的软弱 代替我们的疾病 主耶稣说 你要痊愈吗 你拿着你的路子走吧 所以今天 天上的神 给我们每个人有机会 这个就是水动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 用你的信心 借着祷告 来到他的面前 你要权益吗 如果主耶稣问你 你要什么 你愿意来到他面前 得享平安吗 我相信我们今天 有很多人 一定会有这样的追求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 非常宝贵的见证 蒙恩见证里面 有些看在圣灵月刊 他们就是因为信主的体验 你们要什么 他就得到主耶稣 所给他们的恩典 得到平安 真的是丰盛的 而且是恩上加恩 有些人在生活当中 遇到难题 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 你要什么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三节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她说 他们没有酒 耶稣说 母亲 我以你和甘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就是迦纳的婚宴 这个婚宴当中的宴席 本来主人准备 非常充足的酒 但是为了要宴客 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么喜乐 这么高兴的婚宴当中 结果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酒用尽了 那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知道 遇到困难怎么办 就是来找主耶稣 所以她告诉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 那耶稣是主 不是玛利亚是主 所以耶稣她说 我以你和甘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她知道万人的心 她也知道 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所以玛利亚 她也很有信心 她就顺服主耶稣的意识 她没有在那边 有个人的意见 她只是交托 信靠 顺服 她就告诉佣人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遇到 人生的难题 我们需要突破困境 我们遇到尽头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有人说 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启头 所以当主耶稣 告诉佣人 说你把这个缸 倒满酒 倒满水 每个缸都倒满水之后 他就把他摇出来 送出去 这个就是一种 顺服 信心 信靠的一个体验 我们今天 借着圣经的道理 有些事情 我们走到尽头 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 把难题 交给能够 解决难题的神 就是需要借着 你的祷告 交托 仰望祂的 施恩 帮助你 所以当佣人 把这个水 摇出来 送出去之后 大家都有尝到 这个 好酒 怎么留到如今呢 所以我们的信仰 生活 是可以体验的 在诗篇三十四篇 第八节 说你要尝尝 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祂是美善的 投靠祂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这个 好酒 留到如今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尝一尝 主恩的滋味 信仰 需要体验 科学 是可以实验的 当你走到尽头 你要什么 你需要神 因为祂就是 你的起头 祂是你的盼望 我们的指望 就是在乌神 撒木尔记上 第一章有记载 撒木尔的母亲 就是哈纳 当时 她不能生育 但是她就 把这个难题 祷告神 她是倾心 土意 而且是流泪 来祷告 那神就应允 祂所求的 所以说 祂祷告的时候 得到神的应许 神赏识 撒木尔给他 所以撒木尔的意思 就是说 这是从神那里求来的 你们要什么 因为他没有孩子 他要孩子 所以 而你是神所赏识的产业 我们教会 有一个姐妹 她联系 生了六个女儿 已经快半打了 她很想 得到一个儿子 当然她也不强求 但是她 心中 有一个期望 主耶稣啊 你是不是 可以给我一个儿子 我已经有六个女儿了 当然她也不是说 一定要 她就顺服神的旨意 结果她也相信 而你是神所赏识的 她就完全顺服 交托给神 结果很奇妙 在她得到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她也完全顺服主 无论是生男的 女的 都是感谢 结果当她知道 她第七个孩子 是男的 她也非常高兴 后来跟她丈夫商量 说这个孩子要取什么名字呢 她说不然就给她 取作迟到好了 因为实在是太晚生了 所以叫做迟到 后来我问她说 真的是迟到吗 她说不是 是为了鼓励她 也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一生一世 我们全家人 都要持守真道 在主耶稣里面 这个就是说 她对神的一种祈求 说主啊 我已经生六个女儿了 我真的很想得一个儿子 虽然是比较晚出生 虽然取作迟到 但是她也是满心感谢 所以你们要什么 当你忧愁 环绕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就是喜乐 平安 所以我们教会有心灵 有目民主 里面有很多恩典的见证 有的忧郁症 来信耶稣 这个就是 主耶稣 祂就是喜乐的源头 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 今天我们一个人 如果被魔鬼捆绑 他要什么 他要的就是 让他的病痛 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里面 我们来看十九节 耶稣说 不幸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难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是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小孩 他的父亲 他遇到他的孩子被鬼护着 而且是哑巴鬼 而且鬼捉弄他 十八节说 把他摔倒 而且在他口中流唾沫 咬牙切齿 身体骨肝 就是肝瘪 人很憔悴 那主耶稣就 特别 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父亲就跟主耶稣说 我曾经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但是并没有赶出去 当然 主要是我们人的信心 主耶稣 拆遣门徒出去 传无音 鬼都扶了他 但是为什么在这边 主耶稣的门徒不能呢 那主耶稣就说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你要什么 你就是要让他能够脱离 魔鬼的侠制 主耶稣一见他 这个 见到 这个 这个父亲 就叫他把这个孩子 带他到主耶稣面前来 那魔鬼让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换来护去 口中就吐白沫了 主耶稣问他说 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呢 他说从小时候 鬼理智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灵明我们 帮助我们 这个说 主啊 你能够做什么 你就灵明我们 帮助我们 那今天对这个父亲来讲 他要什么 他要的就是 让这个孩子 能够脱离魔鬼的侠制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 保罗有说 我传福音到你们那里 要叫你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魔鬼的泉下归向神 福音是神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讲 看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因为信心很重要 所以后来 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说 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我们的信心非常重要 你到神的面前来 主耶稣应许你 但是你的信心 是不是坚定的 还是摇晃不动 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要了解到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 人会有信 就不能得神许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 要相信有神 而且要相信 他会赏识 那祈求他的人 所以后来 主耶稣 让这个鬼 从他身上出去了 他就抽了一阵风 好像死去一般 所以你看 魔鬼苦楚一个人 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我们今天 要靠着祷告 所以主耶稣后面 又讲一句话 看二十九节 耶稣说 灰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灰用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木道朋友 他不平安来到教会 有时候是被 邪灵控制 但是你要祷告 而且也要特别 禁食祷告 这边讲到是禁食祷告 好像我们今天 疫情关系 我们每天晚上 有十点到十点半的祷告 我们安息日 也有聚会前 三十分钟禁食祷告 那我们能够预备心 我们各教会 也有早上的 线上祷告 虽然不能来教会 所以我们祷告 能够求主帮助 主啊 我信不足 求你帮助 你们要什么 我们再看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五十一节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虾子说 拉坡你 我要能看见 一个瞎眼的人 他更需要的是看见 主耶稣在世上 让许多虾眼的看见 这个 耶利哥 巴迪玛 这位虾子 他就是 看不见 那主耶稣对他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你要什么 所以他要能够看见 主耶稣说 那你的信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 非常重要 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 遇到我们的难题 无法解决 在痛苦绝望当中 你要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主耶稣的应许 并不落空 所以这个瞎眼 他看见了 他瞎眼需要看见什么 看见光明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肉眼看见 我们更要看见神的作为 看见神的同在 你要看见 要有属灵上的看见 我们今天看圣经 不是白纸看黑字 我们要看见 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什么 文士华丽赛人 他都懂得圣经 但是他看不到真理 看不到耶稣是救主 我们今天看圣经 也是要看见圣灵的同在 看见真理 是得救的福音 看见真教会 有圣灵 有真理 有神机 有神的应许 我们要看见 你也要看见 我们将来能够夺永生的福气 我们不是只有看到 这个眼前 今生今世 所以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 比世人更可怜 曾经我到缅甸去工作 到那边进出大概有四五次之久 那缅甸乡下地方非常贫穷 那有一次 我在讲一个乡下的故事 说有一个教堂 本来墙壁是写 信耶稣得永生 可是呢 有一个小朋友用油漆 挑笔导弹 把它 欺了 信耶稣 变成得水牛 因为把永远的永 上面那一等一痕 擦掉了 生命的身 底下那一块把它擦掉了 变成信耶稣 得水牛了 你们要什么 当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缅甸教会的信徒 跟我讲说 我们这边很多人信耶稣 就是得水牛 因为他们很贫穷 所以在英国 传教士来到这边的时候 都会给他们物质上 甚至于每个家庭 花一头水牛给他们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有水牛之后 他们也不会到教会 因为他们都忙着耕田 有水牛 也没有在追求信仰 所以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 所以我们教会 不是在用物质 来引导人信主 我们不是看重今生的肉体 我们更要看重将来永生的福气 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你要看见未来 看见将来永远的福气 好像亚伯拉罕 他虽然离开迦勒的吾尔 但是神告诉他 你要到应许的迦南地 所以他就往前走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将来更美的家乡 所以西伯来书里面说 我们今天是聚集做克里 如果你想回去 如果你想回去 还有可以回去 但是你要盼望 将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我们活在今生今世 我们人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将来灵魂的得救 是永远的 所以主耶稣 他就告诉 这个跟随他的门徒 说你们来看 我们来看 看回来 约翰福音第一章 看回来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三十九节 他们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 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你们要什么 那也请你来看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我们跟主耶稣同在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那种信仰生活的体验 就是何等的宝贵 好像保罗 他为主耶稣传福音 做见证 最后他在 《非利比书》 第三章第七节 跟第八节说 我看世界是混土 看耶稣是自保 因为他对主耶稣 非常的清楚 并且他看见 耶稣是自保 我们来看 这个以赛亚书 三十三章 第六节 以赛亚书 三十三章第六节 以赛亚书 三十三章第六节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 并智慧和知识 你以敬畏神为自保 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会体会到 我们最大的保障 就是神 最美的依靠 就是主耶稣 祂是我们一切所有的 因为我们有神同在 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 当我们今天要疫苗的时候 当你打了疫苗 也没有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的保障 所以我们要知道 永远的保障就是神 永远的依靠就是神 你要以敬畏神为自保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有一个小故事说 有一个孤儿院 有一天来到一个护友人家 这一个护友人家 他非常有爱心 会行善 他跟这个孤儿院的院长说 希望安排一天 让这个孤儿到他家里去玩 因为他的家非常的宽敞 而且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那院长就带着这个孤儿 到这个护友人家 在那边来玩了一天 当太阳下山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护友人家 他就 这个富翁就告诉这些小孩 说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我家拿一件东西 如果你们想拿什么都可以拿 我都乐意送给你们 结果大家手上都拿了一个东西 这个富翁就一直看 看到有一个小朋友 只有他没有拿东西 因为他手上是空空的 结果他就问他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 你喜欢的呢 怎么只有其他的人都选择了 你为什么不选择呢 没关系啊 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 结果这个小朋友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富翁啊 我可以选择你吗 当他承诺 选择什么都可以 结果这个小朋友 他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 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富翁的家 也成为他的儿子 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不是流浪 我们可以选择天上的神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父 他是我们的神 耶稣就是我们一切所有 愿神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常常保守在主里面 在他的恩典当中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